你知道你每天所吃的大米也有国际选美大赛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姜野,我现在在我的家乡辽宁盘景 马上就要4月初了,盘景又要开始一年一季的水稻育苗的工作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了盘景的水稻育苗的全过程 以及水稻栽培到收割的全过程 相信让很多小伙伴呢也开了眼界 也知道我们盘景盛产水稻而且盛产优质大米 最近呢,我得知盈田米业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大比 而且性价比极高,据说还获得了国际大米选美的比赛的大奖 那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大米,我今天带着这份好奇 也带着朋友们一起来拜访一下咱们盈田米业的董事长李正大先生 让这个李正大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新米 大家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咱们这个李正大先生的这个地方了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盈田米业的董事长李正大先生 因为很多朋友应该以前看过我视频的话应该有印象 也都认识啊 那现在咱们李总给咱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好,那我们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我听说咱们盈田米业出了一款新的大米 然后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而且我听说它还获得了国际的奖项是吧 这款大米的名字叫聊河口之梦了 它挺特别的 因为它那个母系是来自是日本北海道的一款软米 特点呢就是有糯米有糯米的成分 在日本的它日本有个名字叫奶油女王 从这个名字大家都能知道的那个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成功 这个这个这个种子是通过沈阳农业大学李维安教授引进来的 我们在盘景在聊河口已经失踪了三年 三年 特别成功 所以说叫聊河口聊河口之梦 也确切说它的演义就是盘景大米未来之梦 嗯来咱们进看一下这个包装哈 这个大米的名字就叫聊河口之梦哈 然后这有盘景大米的标志啥的哈 然后这个设计的封面的风格就是我们盘景标志性的红海滩的一个景观 聊河口标志性建筑 对标志性景观 对这就是聊河 然后因为我们盘景就是聊河的入海口嘛三角洲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边是啥样的 对后面啊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啊 后面是这样这个这块是有一个标签 产品信息的啊 然后盘景大米产地盘景配料就是稻谷 对优质一等 这个是咱们盘景的大米的执行标准是吧 对就是地方的国标 国标哈 全国有Gb这国标嘛 有地方标准的国标大米全国就五家 其中有盘景 然后保持期十二个月啊 好 那我们再让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获奖的情况是啥样的 这个是获奖奖杯 看一下 对这个获奖奖杯 去年就是2022年12月底 在杭州举办的国际米食味中国区大赛 林田公司两款大米获得奖 其中一款呢就是有刘欧口吃梦 获得全国百大米获的称号 这个米食味大赛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米食味大赛号称大米界的奥运会 它的冠军相当于金奖 相当于奥斯卡金奖 金牌获得入 在业内非常有权威 它是什么个主办单位举办的一个大赛 总部在日本已经连续举办第24届了 在中国去年是第三届 应该说是这个大赛应该是全球目前来讲 大米界的一个最高权威的一个大赛了 是吧 好了怎么样朋友们 听咱们李总给介绍完这款大米和这个大米的赛事 是不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呢 我也带了一箱回来 聊口之梦 我们盘景的标色性的颜色 跟我今天衣服颜色挺搭的 红色 很喜庆 过节 平时吃 包括送人 拿出去都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 那我拿回去这一箱 平时也在路上旅行的时候 就以这个为我的主食了 以后路上有饭吃了 等以后我亲手烹饪给大家看看 我们辽宁盘景的这款获奖的大米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和样子啊 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来品尝下我们盘景的这款优质的大米 那点击下面的小黄车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另外呢 我在过几天就要去北京了 开启我今年的骑行之旅了 边骑边等待国外的门户的开放啊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